火警发生第一时间 钱贵执行长出面受访 声音颤抖几乎没办法好好回答问题 而钱贵KTV爆发死亡 火警至今只有一个执行长被推到浪尖上 外界不禁想问董事长练台声人呢 来因议员爆料 练台声私底下动作不断 我了解很多局处首长在这个程会当中 也具体的建议其实钱贵 包括林森店在内的其他分店 都应该全面停止营业 短短一个早上 钱贵来自钱贵的电话 或者是来自甚至来自 练台声董事长本人的电话 不断的打进去给市府的各个官员 来因北市议员钟佩军指出 钱贵董事长练台声在大火发生 隔天4月27号一大早 狂抠给市长柯文哲 以及副市长黄珊珊 正是为了商讨除了林森钱贵之外 其他台北市五家钱贵是否该停业 练台声董事长固然可以花时间 继续跟市府抗辩说 这是林森店的单一事件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负责任的 做一个全面分店的 结构性的管理检讨 议员很酸 与其搓汤员不如好好解决问题 更透露黄深山没加入 27号一早10点20分 钱贵敦北店消防安检 改为参加下午1点半搜狗店鸡查 疑似就是因为还在跟练台声周旋当中 此时媒体人周玉寇也相当不满 脸书开炮 说林森钱贵大火 柯文哲下午4点才到现场 而钱贵老板是媒体大亨 消防检查是怎么做的 柯市府没放水吗 火灾责任调查要取信于民众 北市局处首长跟黄深山 都否认接到练台声电话一事 求证练台声所属电视台 接口前未回应 只是钱贵发生严重火警 又被议员踢爆 关说北市府 诸多疑点 董事长恐怕得出面说清楚 届台北松和报道 届台北松和报道 届台北松和报道